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示范 轻入一个顿笔 折 弯 这个笔画要注意几个点 第一个它既然叫横折弯 那么它是有一定弯曲度的 凡是折的地方 我说的折的地方 就是比较硬的 比较方的 凡是叫弯的地方 那相对来说是比较平滑 比较弯曲的 那么形成一个90度左右的一个形状 另外到尾部的时候 不能出勾 所以这个小小的一个笔画 它的要点是非常多的 我们再写一遍 横折弯 到尾部的时候稍微顿一下 但是不出勾 不能像这样出勾 这就有错误了 顿的方向也是往上 注意 横 顿笔 弯 顿笔 停一下 笔往上走掉就可以了 好 我们再写一遍 这边也是要往右上角斜的 注意 在弯的时候 笔要稍稍抬起来 轻的 比较轻的这个形笔 这样的话 这里方就会比较细 然后到尾部的时候 又重 横折弯 横折 顿笔 弯 好 我们再写一遍 横折弯 好 我们写这个花朵的朵 写花朵的朵的话 往往这个横折弯 是跟一个小竖撇结合的 所以一开始就写一个竖撇 所以要比较垂直 好 然后一个横折弯 相当于戴了一顶小帽子 然后这个横特别长 好 我们再写一下 小竖撇 横折弯 收 横长一些 好 注意起笔的时候是比较轻的 所以它这边接的时候呢 是比较轻的直接 也就是笔画比较细 这样的话呢 比较好看一点 横折弯 好 下面我们写 也没有的梅 这个梅字我们三点水我们学过 左边是一个弧形的 然后一个竖撇 然后一个横折弯 一个横撇 一个那 那要舒展 好 掌握这个要领就可以了 你看一个弧形 横折弯来了 好 注意 那舒展 所以掌握了这个要点 这个字大差不差 好 写一下 注意它是一个弧形 一个竖撇 一个横折弯 不要出勾 撇 好 那大胆的舒展 我们再写了快一点 三点水 一个短撇 竖撇 好 一个横折弯 好 一个右 好 纳舒展 好 下面我们写一个射 射的话 右边跟左边 左边那个梅是一样的 好 只不过它是一个沿字旁 那沿字旁 好 这个点靠右 这个笔画叫横折提 好 横折弯 好 我们边写边念念这个口诀 点 横折提 竖撇 横折弯 横撇 好 纳舒展 好 你看 每一个笔画它都是有一个固定的名字的 好 我们再写一下 竖撇 横折弯 横撇 纳舒展 尾巴不要翘 好 下面我们写一个盐 盐同样是三点水 注意弧形 三点水不要在一个垂直线上面 横折弯 收 好 下面这个口试相对来说是比较扁的 也是需要顿笔 横折弯 好 形成一个弧形 这口扁一些 好 下面我们写一个盐 这个盐呢 有一个双人旁 双人旁呢 我们以后会学到 今天呢 我大概说一下 就是这个短撇和这个长撇差距要大 你看 长撇是短撇的长度来讲是两倍以上 所以要拉开距离 第二个 长撇和短撇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你看 我画一个箭头 就这样的 短撇是这个方向 长撇是这个方向 不是平行的 第三个要点是 起比是在一个垂直线上 短撇和长撇的头都在一个垂直线上 这样的话能把这个双人旁写得很漂亮 好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短撇呢 平一点 好 第二个短撇起比一个垂直线上面 方向不一样 好 横折弯 好 我们再写一下 短撇 长撇 横折弯 好 注意这个双人旁 横折弯 好 下面我们写一个铅笔的铅 这个铅字左边是个金字旁 金字旁的要领是什么 所有的横 你看 都是平行的 而且横的间距是相等的 所以要做到这一点 那么 就比较美观 然后右边同样是 竖撇和横折弯的组合 下面的口要扁 好 我们下面写一下 这个撇长一点 好 你看 距离相等 横折弯 下面的口扁一点 好 都是 所有的横都是往右上角斜 保持一个角度 这个要不断地练习 下面的口扁 保持一个角度 好 我们今天学习了横折弯 横折弯先轻入笔 然后往右上角走 然后一个钝笔 比较方的钝笔 然后往下方走行笔 然后一个弯 这个弯保持在90度左右 然后到尾部的时候不要出钩 烧盾 烧笔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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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